他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普通公路、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油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时 他依然是燃油效能最佳的小型房车 同类车中率先使用1.4公升波轮增压引擎 高性能、低油耗 难怪他在全球60多个国家都是增长最快的品牌 在本国同受欢迎 全新Chefrolet Cruz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驾驶 Cruze 好,来到第一个部份投资有度的时间 看看今早上的市业务和一些最新的企业业绩 Harry,今早上加拿大风业运行Nova Scrocher 公布了最新业绩一起提前 他们第一季的盈利11亿7千万家元 每股赚1.07 好过市场预期的1.06 相对去年同期的赚钱送获多了 其实似乎第一季盈利 Bank of Nova Scrocher都挺好的 他每股盈利是好了 不过分析加拿大银行的业绩 你要从前面看 因为刚刚出来我们没有时间很详细 我们公司分析完没有时间去看它里面的业绩 因为黄家银行的外外仗的撥避方面 似乎受到控制 封业银行在美国不是太多业务 相对来说在这方面的外外最有撥避 风险应该比其他银行小一点 你见到今天最好听到的消息 就是始终第一间银行开始听到 因为赚钱赚得实在是太多 变了开始加派的股息 这件事就停了两三年 也解释了为什么过去两三年 我们的银行股在金融海啸之后 是从谷底跌回到海啸之前的价格 就没什么上过的 似乎现在都看到大型基金 全部都持有很多银行股 就是期望着银行开始陆续 将它的我们叫股息加上去 如果股息一加的话 那股价就有望了就向上了 没错 这个今天这个风险应该有加股息 其实我记得之前就说 TD、杜明银行都是会加这个股息 其实对市场来说 或者对一些银行股的投资者来说 都是一个好消息 但如果整体看来说 做一个短短的总结就是 加拿大几间大银行都公布了业绩 其实整体来说你怎么看 整体就看到是加拿大的 我们本土的业务 很容易做 好好做 增长很好 我想大家都明白 竞争真的不是很足够的 我们加拿大银行的业绩 相对美国是比较少一点 所有银行如果这间银行 在美国的业务 是投资比较多的话 在美国会波动一点 因为美国的撥秘价 好像满地口银行仍然是有机会 继续向上的 这方面会影响到它的盈利 所以你看到 大家细心一声下 这么多间银行 在德满地口银行的股价真的从高位 是没有那点升过 现在大约是在做高位以下的 大约有8%的折扣 很明显也解释了为什么市场 是对这只银行特别看淡一点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看看今早上美股方面 未来指数的走势 今早上全都跌 道指方面跌9点 纳指方面跌5点左右 另外标普方面跌0.1点 跌幅也比较小 但看到今早美股开出来 似乎都要向下 是的 没错 大家看到了 其实昨天相对来说 不是跌得很多 看到大家都怕油价 会影响到经济复苏 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长线投资者 当然美股真的升了 过去两个月 是它做得最好的 全球 它是升得最好的 你说你不排除 在这个位置下降一点 也不期 大家如果有点担心 今天试一下就忍一忍手 再观察一下 看看是怎样 没错 其实今早也有一些 关于油价的消息 可以和大家看看 就是说 这个石油输出国组织 也都在研究 希望是否要增加产量 另外就说 这个非洲最大产油国 尼亚的国营石油公司 NNPC也都说 如果这个油组 是要求的话 可以提高产量 冷却油价升势 这间公司就说 每天现在的产油量 是240万桶 而日产能是300万 尼亚出产的石油 与利比亚出品相约 预料适合代替利比亚成油 供应欧洲的煉油厂 科威特的石油部长 日前也都说正在和油组的初商增加产量 是否说真的会增加产量的油组 我告诉大家 是一定会的 为什么呢 106元桶你现在不拿出来卖的话 你难道等86元才拿出来卖吗 你看到根本全球 我上个星期才刚停的报告 起码赚一阵 没错 你看到根本全球的 就算我踢除利比亚的产油量 没有理由等到霸卖 那麽就说 其实油价弄到这麽高 利比亚始终是一个炒作的借偶 其实如果真是增产的话 会不会即时会对油价来说 构成压力 譬如即刻说要增加产量的时候 市场供应再更加多的时候 似乎对油价都会有很多 你看到今早的油价就稍微偏远回 但是大家又不要觉得 这个增产会马上将油价推下来 因为你要想一想 国际大的油炒价是否转到新鲜 如果有大的炒价 如果暂时拿出一个好仓 仍然是持有石油期货 是未放的话 它没有可能让油价下降 它会这么快的 大家要小心 不断有借口说油价100元 200元桶那些都抢出来 它是直至炒价 那些仓都平了 这样油就会下降 似乎现在看到形势 应该有一个紧忌 以往经验都是 你由90元升到106元 都15元 因为我们技术都看过 这下油价很大机会 了到110元似乎是世在必然的 110元应该到的 可能会碰一碰就下降 现在都是欠4元左右 如果那些大型炒价 都是未平倒仓的话 我不觉得油价会下降得很快 但是如果小型投资者 你只有那几元 真的要收拾的话 而且有这么波动的话 是不是你要做的事呢 大家要自己评估风险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说到这里 第一个部分时间差不多 休息一会 广告回来 继续和大家投资 谢谢大家